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一拍有四个音符组成的节奏型 就出现了这两种 这两种是最常用的 我们来写一下吧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这种 就是连续的四个音符 下面两条横线 它的节奏呢 大大大大 就是连续的大大大大 每一个都是相等的 然后在这里呢 出现了加负点的 还是四个音符 两条横线 多鉴于 第一个有负点 然后第二个呢 多一条短横线 它的节奏是大的大大 如果要画威的话 怎么画呢 后两个占后两拍 在后半拍的各一半 跟这个是一样的 然后前两个呢 它的长短有一些变化 上面这个稍微长一点 下面这个稍微短一点 就是这样一个形状 如果我们用这个拍的这个感觉的话 就是大大大大 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有了这个节奏型以后 大家数了以后 大的大大 那么你套上这个 sou for me 这个me for sola 就可以往里套了 套公式就可以试评了 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 我们其实已经把 一拍的有几种节奏型了 单个一个音符的 两个音符的 两个音符的各种样子 还有三个音符的各种样子 包括今天的四个音符 各种样子 就都已经介绍全了 大家如果把这个节奏型 每一拍的节奏型 你都相当熟悉了 然后呢 剩下的就是套用公式 然后换成相应的音符 去唱 就可以试评了 这首曲子四个的比较多 所以呢 我们在学的时候呢 还是给它放慢 比较方便一点 我举例 这样四个 大大大大 然后这个两个 这个三个 这都是四翼的一个 画位的方法 就是我们发生的 长短的问题 好 我们简单的慢一点 唱一下 啦啦啦啦 好这就是这一首打板成的姑娘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一丢丢帮助的话 请你多多转发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